针对民众投诉大午 沙石场长期噪音太大 影响生活品质 台东县环保局今天一早 在当地警方陪同下 来到沙石场检测 沙石场却刻意的停工 而警方要求沙石场配合检测 沙石场却只开动机器 却不装载沙石 显然要规避检测 他说他已经开了 平常不是这个声音啊 对 他现在是没有那个沙石啦 沙石在运作的 如果有沙石运作的话 对 在空转啦 它的那个音量当然是 小很多啊 不只让机器空转 业者还紧急调派洒水车 在警察人员身边洒水 企图影响检测过程 包括检测仪器放置的位置 业者跟警察人员意见也不相同 主人也担心 是否问题依旧无法解决 对检测人士有特别的保护 但是对我们业者完全都不公平 有没有什么看法 法规是规定在工厂周界 一公尺外就可以了 对 对 这个地点是符合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不在那边呢 是不是我可以要求在那边呢 你没有把要求是我来指定 我们这个点你没意见 我有意见 你有意见 我有意见啊 但是你认为如果我没办法指定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这个选举人 他是有特别的目的 但是你们工部门变成好像是他们的打手 对我完全一点公平性都没有 我认为 这个你要测照应的话 那你多测几个点的话 来以及这个瓶金石 我可以接受 那今天测量的结果呢 今天没有测量 他不愿意配合开机啊 就这样子 所以说那应该怎么办 那我们今天就确定 我们量测点就在这个 不会有争议了 以后我们会不定期过来量 这样子 砂石场不配合开机检测 环保人员也束手无策 当地主人依旧期待 相关单位能够还给主人 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 记者文章给大家办 台东大午采访报道